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九窝去科普》,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巴王之乱,让西晋亡国的是哪巴王?巴王之乱,让西晋亡国的是哪巴王?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它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而巴王之乱则是西晋朝代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 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西晋的负面,留下了一个充满血腥和权力斗争的历史题材。那么,到底是哪巴王导致了巴王之乱呢? 一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历史学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有一个悬而未决的争议。下面,我们就来仔细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在西晋时期,几个王位之间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时期,皇位之争异常激烈, 而西晋的即盛时期,正值刘豫的治理之下,刘豫也是西晋的创立者之一。刘豫建立成大业的时候,他施行的是储君制度,即让皇帝的长子在皇帝登基以前就担任皇太子,这样可以确保在皇帝再次登基之前,皇太子能够更好地掌握国家的大权,从而减少了宫廷群雄的权力斗争。 但是到了刘豫死后,储君制度逐渐失去控制权,在西晋崩溃之后,一夕年间,王岛想要重用齐党羽,结果废除了晋惠帝,自立为帝,建立东晋王朝。 在东晋,由于刘豫的长子刘一龙已种下了根深蒂固的储君制度,使得即使是东晋皇帝也不可能直接掌握国家的大权。 但是,东晋期间,江南又有很多割据势力,而割据势力也都想成为皇帝,于是到处都独立建立自己的政权。 此时在中原地区,也有很多皇子或皇帝在这个自立建国的浪潮中崛起。 就在这个时候,八王之乱就悄然发生了。八王之乱,又称九王之乱,指的是晋惠帝去世后,八位皇子同时私自立了自己为皇帝。 自己对抗的历史内乱事件,八王之乱持续了整整七年,所涉及的八个王子分别是 1.晋元帝司马瑞,也是因此成为了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 2.晋元帝之地晋成帝司马颖,此人也是晋惠帝唯一的孙子。 3.晋叔王司马勇,即晋惠帝的儿子。 4.晋康王司马义,是晋惠帝的兄弟。 5.晋晋王司马月,晋惠帝的叔父。 6.晋和帝司马福,是晋成帝的儿子。 7.晋简文帝司马玉,是晋成帝的孙子。 8.晋孝武帝司马耀,是司马玉的表情。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原本西晋的皇位应该是传给晋惠帝的孙子司马颖。 司马懿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加害的意思。 而晋惠帝的三个儿子司马勇,司马邪,司马齐却很不满司马颖的崛起, 并且他们发起了叛变,召开了政治会议。 在会议中,他们约定了个规则,那就是三个人中谁当上皇帝,另外两个人做两宫。 在会议之后,司马颖这个皇太子大概是知道了情况不是很妙,于是他准备抢先登机,结果比赛结果卡到了他。 也就是这个时候,与司马颖利益相同的司马懿发起了叛变,开始了八王之乱。 司马伦本事不大,野心不小,他先干掉和自己敌对的淮南王司马允,再逼迫惠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 由于司马伦胡作非为,亲小人,远贤臣,各地拥兵自重的藩王对他多有不满。 成都王司马颖,齐王司马炯,和奸王司马庸联合起兵讨伐司马伦,几场硬仗打下来,司马伦寡不敌众,乖乖地退下地位,再次把惠帝拥上大宝,他自己则跑到金庸城老神在在地盘着。 不久,在梁王力见下,赵王司马伦被朝廷砍了脑袋,司马炯讨逆有功,成为朝中仅次于惠帝的实权派,关键是司马炯容易得意忘形,没有把惠帝放在眼里,司马炯沉迷美色, 刑事嚣张,这又给了其他不安分的藩王,找他查的机会,和奸王司马庸接到密账,于是行兵讨伐洛阳的司马九,作为内应的长沙王司马懿以奉召讨贼为由。 率军和司马炯短兵相接,干掉了齐王司马九,司马懿诛杀了齐王的党羽,接着掌握了朝廷大权,司马庸自己没捞到好处,却建成杀王司马懿独懒独懒,心中气不过,于是他几次派杀手行刺司马懿,可是都没有成功, 之后司马庸干脆再次联合成都王司马颖,举兵攻打洛阳,在司马懿的强力抵抗下,一直没能拿下洛阳城,两军相持到第二年,洛阳城内的东海王司马岳秘密联络守军骨干,偷偷把长沙王给绑了,连夜送给了司马庸,司马懿被他一把火给烧烤了,占领洛阳之后,司马颖加官进爵,官至丞相, 他不满于此,强迫惠帝废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帝,作为龙位下一任继承人,对于司马颖的专权,东海王看不下去了,纠结十万大军准备讨伐司马颖,两军在荡营交战,司马阅兵败逃走,惠帝被司马颖控制住,到公元307年,惠帝驾崩,司马中弟弟司马持继位近怀帝,司马持继位后,下召河坚王司马庸来中央效力, 司马颖不宜有他,于是就奉召而来,谁能想到,半路上被人伏击,连同他三个儿子在内都被干掉了绝了后,八王争权十几年,相互之间杀来杀去,把司马懿父子打下的底子挥霍完了,西晋王朝,百叶凋敝,民不聊生,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已经力不从心了,把一个原本欣欣向荣的王朝推向濒临毁灭的边缘,西晋内部的长期战乱,使得匈奴,鲜卑, 强各族不断壮大,对西晋王朝构成严重者威胁,公元311年,辅政的东海王司马阅兵死,匈奴敬起大军来攻洛阳,各地拥兵自重只是象征性的秦王,导致洛阳被匈奴攻陷,近怀帝被俘虏,两年后,怀帝被毒杀,西晋灭亡,从此,天下战乱再次开启,匈奴,鲜卑, 枪各族在整个北方建立了几十个国家,五湖乱华,浮尸百万,最黑暗的迸乱开始了,到底是哪八王导致了八王之乱?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不同的历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中,唐代汤里传在晋书中记载了晋朝的历史,认为九王之乱的八位王子是, 这个列表与我们平时听到的八王之乱的列表还是有所不同的,然来,根据史料的记载,事情的经过其实也远非这个简单,首先要明确的是, 八王之乱是在晋惠帝去世后七年才发生的,也就是说,不是八个皇子一起叛变,而是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此外,司马越,司马颖,司马挺,司马勇,司马俑,司马福等人发动叛变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有的是因为自身权利,也有的是因为和皇位的关系,不过,历史学家和广大人民群众们还是比较支持唐代的汤里传的说法, 而在汤里传所说的八王之乱中,司马颖的身份最特殊,因为他是当时唯一的皇太子,有了这样的身份,自然更容易获得其他的力量的支持, 于是他成为了晋朝的第三位皇帝,可见当时的皇太子地位非常重要,汤里传给出的这个列表中, 司马越和司马福是因为自己的权利追求而反叛,司马挺和司马勇则是因为自己皇位的权益而反叛, 而司马懿和司马垂则是在这个权利斗争局势中被卷进去的,或者是第二次反叛的时候也加入了反叛的行列, 晋县帝司马氏则因为是晋元帝的儿子,所以和司马懿、司马福、司马越等人互为盟友, 而最终能成为大昭寺53名,是因为他是他们中唯一一个取得了反叛成功的人物, 于是他就成为了晋献帝,总结起来,尽管八王之乱纠葛无尽, 但司马越、司马颖、司马挺、司马勇、司马福、司马懿、司马翠、司马氏这八个皇子的权利斗争也加速了西晋的父王, 而且,这一个历史事件还继承到了以后的历史,成为了古代权力争夺的一个经典案例, 为我们的历史学习和探讨提供了有利的参考,有学者认为,八王之乱是一个天才密谋的结果, 最先发动叛乱的是司马越、司马福和司马挺,他们还化地为牢,区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后来加入的司马赢等人则是求助而来,历史上还曾有人猜测, 这个八王集团的背后或许有张良、韩信、黎广等其才进行相应的谋划, 不过这个说法比较牵强,我们还是应该以史实为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 请不吝点赞品 badg partn Cert kit 感谢观看